二少爷,你不如跟我回相约去 耕种也好,卖字画也行 总比留在这个杀极重重的京城要好多了 中国,我暂时还不想回去 我知道你还是想着给大少爷报仇 可是有些事啊,你就是穷尽一生之力 也不一定有结果 人死不能复生 你们杨家就剩下你这么一只血脉 你就不要留在这是非之地了 你也会 spot a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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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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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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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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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皇上已召见其他妃嫔 但依然对本宫最为留恋 本宫怎可能再花时间 去应付一个小丫头 最初奴婢也为娘娘担心 那百臣妃毕竟是皇上 亲自策立的妃子 但时间一久 皇上对她与对何妃 刘妃 没什么分别 皇上身边虽然各个妃嫔都青春冒昧 但依然比不上本宫 与皇上多年的感情 现在本宫最担心的是 自从上次皇儿夭折之后 本宫到现在都未能有喜 如果被其他妃嫔 抢先担下皇儿 太子之位就会被他人所得 本宫真是不甘心啊 娘娘负责绵长 一定能再生龙子 开日继承大陀 如果真能这样 本宫也就别无所求了 白妃 你看 那条鱼游得多快啊 是啊 还有还有 那条鱼的颜色真漂亮 何妃今天兴致真高 是啊 难得出来预言走走 多好啊 以后啊 我们两个要多多结伴同游 不然在宫中迟早会给闷死的 哎 何妃 别乱说话 我知道 在这宫中啊 规矩太多了 知道你跟我一样 也没想跟人争个什么 我才安心跟你多走近的 不说其他的 光是见面那些称呼 都已经够烦人了 哪今我们两个在一起 你你我我的 来得清静些呢 说得也是 我们过桥走走吧 好 好 嗯 哦 看到这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时还没有洗脉 等过个十天八天才能确定 那本宫现在应该如何调理呢 娘娘不必担心 只要多休息 别吃生冷之物 过了几天 下官再来看事 那好 有了太医了 应该的 回归妃娘娘 何臣飞已经有了洗脉 胡太医 你说什么 下官说何臣飞已经有了洗脉 你说什么 对对对 何臣飞一向月训不准 我估计这一次也是这个问题 既然如此 胡太医 你应该知道如何处置 下官知道 下官知道 下官告退 娘娘 百飞娘娘来了 真的 快快请她进来 是 何飞 你怎么样了 我也不知道 太医说我月训之爱 给我开了药方 吃了三天后 月训时重来了 可如今却浑身乏力 你别太担心了 只要好好休息几天呢 你就可以恢复了 希望如此吧 谢谢你过来探望 别客气 想不到 前几天还跟你同游欲缘 现在 连下个床都难了 你别太难过了 小病是福 等你多休息几天啊 病犬好了以后 我们再去兰方斩赏花 好不好 好 就这么定了 收定了 回来的 何振飞的月训已重来 哦 胡太太的医术 果然高明 我们下期待 无论的月训续已重来 真正的月训续已重来 请留下期训续已重来